欢迎各位观众收睇今集社会浩谈, 有我社会的风水浩, 风水浩,首先我们现在讲讲我们过几天 就会进行一个放山活动, 5月22号现在基本上已截止, 大家拯不着报名或什么种原因报不了名的, 下次,下次,下次, 因为我们秋天还会再搞的, 那次可能是搞小雀的,或者出海的, 这个情况到时我们先讲, 但这次多谢大家各方各界的支持, 那些什么资讯呢? 请留意我们群组里面的通告, 好了,侯哥,放山活动, 整个活动基本上我们筹备了, 如火如荼, 这样我们进一步消息, 我们再继续讲, 好了, 今天我们讲的什么题目? 今天讲天后弹那天发生了, 首先讲天后弹之前, 我先晒一下命, 之前我讲, 天后弹是什么时候? 3月23日, 即是几毫? 上个星期六, 上个星期六在天后弹大庙, 大庙很热闹的, 大庙没有, 比我二十年前去, 我已经没有这么热闹了, 好, 我之前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 在网上有一张, 上面有一块很大的火云压, 压实狮子山那幅照, 有, 火烧狮子, 是不是火云邪神? 火云邪神死了, 几百年前的六一邪雙飞三月长, 不关他事, 我就说火烧狮子山一定出事, 真的出事了, 饿死阿伯, 又对什么心脏有事, 又对父女, 又抹槍掉下街, 昨天有个十一岁的小朋友,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跳楼, 我都说了, 火烧狮子山一定出事, 嗯, 所以呢, 不要说, 有时候触机这些东西, 不是说你们认识, 不是说, 不是说见到一张照片可以解到的, 触机这些东西, 火烧狮子山, 原来这些都是, 老实说,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随便中几单的啊, 封世豪, 这个就不是, 火烧大佛室, 水烟灵魂, 不是水烟大佛室, 火烧灵魂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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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去找英雄剑啦, 你不要真的当我没有看风云而已, 哈哈哈, 真是拿命, 真是入腦中毒, 你是不是要去灵魂窟, 找火烧灵魂窟, 先说回天后, 言归正主, 天后, 有些什么, 3月23日, 天后弹,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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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给了一张照片我看, 就说, 这个平山, 元朗平山, 武农河灵, 嗯, 那, 我就说, 就是一个百分百的香港人, 嗯, 我呢, 五岁就开始喝天后弹的了, 那时候呢, 还要, 还要一支炮射上去, 还要抢的, 哦, 那时候, 那个年代, 你都很小过我, 还有看到花炮吗? 还有抢花炮, 还有, 没有, 所以说, 现在年轻的那些, 或者真是不知道, 以前, 现在香港, 还有一些花炮会, 但是, 现在没得抢, 我小时候真的见过, 阿豪应该跟我类似那种, 他有个竹筒那样的, 就是上面有一支炮, 有个竹筒那样的, 那支炮呢, 就写了什么余吉祥之旅的东西, 就是做生意的那些, 就这样, 一下子点上去, 就爆了, 就抢的, 就是那个花炮很过人的, 就是武师去抢, 抢了之后呢, 就说, 就是拿那封利是现金, 那个商会, 那个什么, 就是有钱人啦, 难道叫社会高费, 封那封利是吗? 就是做旺他, 就是这些东西是一些习族来的, 那现在没有了, 绝了职啦, 那时候花炮就是这样的, 他们呢, 很多个, 以前叫唐口的, 真的唐口来的, 那些叫唐口的, 每个唐口呢, 就扎一个花炮, 那花炮里面呢, 有一些, 那些, 扎那些公仔啦, 上面最严明显, 有一支腹鼠啦, 然后中间有个位呢, 就放在他们唐口的天后娘娘, 就在那里, 那时候呢, 逢天后, 但是很热闹的, 凌晨五点钟, 我就要去湾仔码头啦, 为什么呢? 坐等船去大庙啊, 坐等船, 接着呢, 在大庙还要抬一只花炮上岸, 接着去到大庙前面, 那时候有块大空地的, 那时候, 几百个唐口的花炮都放在那里, 就选一个炮王出来, 嗯, 选一个炮王出来, 就怎样呢? 接着呢, 选了一只炮王出来, 接着呢, 就射个花炮上去, 接着就抢, 抢中那个花炮, 那个唐口呢, 就搬那只炮王回家, 嗯, 搬到回家, 当然是晚上去, 去酒楼拆散了那只花炮啦, 那样, 你们那些什么头啊, 那些什么, 那些东西啦, 其他那些花炮呢, 就各自唐口运回自己, 运回自己酒楼拆啦, 那样, 以前呢, 很夸张的, 整个天后, 凌晨五点钟, 搞到晚上十一二点, 很久的, 那时候, 没有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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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是没有尸的, 那时候, 没有尸要怎样呢, 一个鼓啦, 鼓旁边有两个人站在那里, 每人拿着一支棍, 那支棍叫做护尸棍, 因为那些狮子上到去, 在大廟路途当中, 当然, 狮子有分几等的, 有分刘关章, 现在更加, 赵云, 呂布, 什么诗都出来了, 以前很简单, 分刘关章三个诗而已, 那怎么分呢, 关公张飞见到刘比, 就要低头让路给他走, 那张飞见到关公, 又是要低头让路给他走, 但是张飞师见到张飞师, 就麻烦了, 打架的, 是的, 因为张飞师出了, 就是打架师, 张飞师见到, 张飞师, 两个堂口一不妥, 就打架了, 那当然是刘士斗菲, 张飞师, 关公司, 他怎么分, 关公, 见到关公, 在诗那里怎么分呢, 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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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狮子怎么分, 刘关章, 逢是你看到, 现在的狮子不算, 我叫以前的狮子, 以前的狮子, 你见到狮子头, 是白色的, 眼眉白色的, 那狮子是白色的, 那狮子一定是叫刘比斯, 刘比斯就是狮子里面最大的狮子, 没什么大得过他的, 接着呢, 见到另外一只, 不是, 黑色红色交错的狮子, 那只就是关公狮, 另外呢, 见到一只, 全头都是黑色白色, 还有怎么说呢, 口阔一点的, 微酥都是黑色的, 那只呢, 那只就是张飞斯, 张飞斯是最小的那只, 见到关公和刘比, 他都要让路的, 刘比, 刘比走过, 关公和刘比斯都要让路, 刘比斯是最大的, 刘比斯就不是个个没得的, 要那个堂口够大, 哦, 还有要那个堂口里面, 最老资格, 识武斯的那个人, 是没有的, 那些是社团来的, 真是社团来的, 可以这么说, 以前的堂口, 和现在的社团, 有很大分别, 这个要说清楚说错, 那天后弹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呢? 好了, 回复今年, 那天后弹呢, 那张飞姐姐就传了一张照片给我看, 那天后弹平山那里, 就没有龙何弹, 我没有了几十年诗, 看了几十年龙, 我都没见过, 那张飞姐姐传给我一张照片, 是什么呢? 断龙啊! 啊? 龙怎么会断啊? 你很简单, 龙那些是券布来的, 那些人没有人, 找着一支东西啊, 找着, 里面有些粥, 那些什么龙啊, 扔着那条龙, 怎么会断龙啊? 是, 我就不知道了, 是不是做徒啊? 副相就真的是, 那张飞姐姐拍的, 我就不知道了, 那张飞姐姐传给我说, 断龙? 这么大啊? 我这么大, 我学了几十年, 但见过一次断龙而已, 这次是第二次来的, 上次见过断龙, 那个堂口, 那个堂口, 过了两年, 碎一整年? 死了几个人啊? 断龙一定是死人啊, 很麻烦的, 那些人为什么我说断龙呢? 因为, 毛龙呢, 我们的人是祈福庸的嘛, 祈求封条语信啊, 国泰文安啊, 这样的嘛, 那你断龙啊, 那些人真的封条语不信, 国泰文安啊, 不会啊, 现在语好信啊, 不停, 不停, 没什么临下来呢? 是你贵人出门, 招风雨而已, 对啊, 关我什么事啊, 你贵人出门, 都招风雨的, 上个星期跟你一起, 又是这样, 又是黄雨, 今天又出门, 又是黄雨, 真是大整官, 四海那些真是贵人, 真是全身沥沙, 搞到, 哎, 四海, 四海, 现在断龙, 你说会有死人, 他那个单位, 是什么单位呢? 他那个单位, 我看到那些衣服呢, 是黑色衣服的, 背脊就写着个, 邓字的, 哎, 不要乱说话, 姓邓这些族的人呢, 就在这个, 元朗一带, 平山一带, 好凶的, 好凶的, 真的很多人的, 但是人家, 正所谓人有三衰老王, 邓氏行, 行运都行了很多年了, 哇, 行了几十年了, 十大明月都不是纳了八个, 会不会是现在赚数呢? 就是有一个捉机, 不是说必然赚数, 就是赚数的意思, 可能现在有更大的幅度呢? 会不会呢? 因为他出到个, 保安局长, 邓炳强, 邓氏都是去你那边的, 但是断笼啊, 断笼啊, 你怎么解释断笼啊? 会不会代表了, 就是以捉机来讲呢, 就代表了, PK等呢, 就可能在个仕途上面, 可能断笼, 就是这个, 因为为什么很多人, 就是外面外围, 如果有外围有一岛的话呢, 很多人买中PK等下一任特首, 是的, 我也是, 我也是这样批啊, 是不是? 但是现在这样断了断笼, 喂, 拿回算不出来, 就算一算了, 当日呢, 我就死批林郑没得做, 为什么呢? 因为他断手,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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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 风水流贏我的, 当时我已经说, 林郑怎么不可以做, 因为最主要我用常理去推测, 喂, 无论如何, 当时没有第二个, 有风声吹到出来, 说可以接替林郑, 谁知道突然间有个李家超, 那样杀出来, 是不是? 就是这个, 此料不及, 因为他断手, 现在突然间断了一条龙, 又断了邓氏, 那些人平山邓氏, 那样去断龙的话, 就相当不道理的, 是, 相当不道理的, 是, 天机不可适流, 那是不是就, 大家拭目以待了, 那就是, 还过多几年呢, 是不是? 过多几年, 还过多几年? 是, 喂, 和你说这个断龙, 这些东西, 我不明白, 他为什么会, 好地地, 上一次你看断龙, 为什么会这样没有断龙呢? 上一次呢, 怎么说呢, 龙头走得快, 龙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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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尾和龙头, 中间那一截, 中间那一截, 就是龙头, 黎尾那个位? 不是, 龙头走了去很久, 龙头后几段几截龙的了, 就是龙头, 他们分很多截的了, 但是整条龙, 但是整条龙, 整条龙, 整条龙都缝了,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可以扯断那块的卷布了, 就是, 就是, 很难的, 手跟仔, 很简单, 你这样扯不开的嘛, 没有办法扯断的嘛, 就是你卷布, 力是很大的嘛, 就是和你那个接口位一定是加, 加双針的嘛, 你不会, 你不会车一条线就算了嘛, 就是你想到想到, 我就是很不明白, 还有是不是龙上面有些轮扁的, 是啊,是啊,是啊, 其实那些轮扁上面是, 可以遮住那些什么針口位的嘛, 是啊,是啊, 所以说你, 喂, 你怎么会断到龙的啊, 是啊,是啊, 是啊, 我就是不知道, 这些就是天机了, 四海哥, 还有就是很简单, 就是你没有龙, 我刚才说, 有一个轮扁上面, 它有个罩托着嘛, 但是龙中间和龙中间, 那块卷布断了, 就是, 这个就真的考起了, 这些就是天机了, 哦,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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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硬的了, 就是非常窄洗的, 因为我最初以为是断哪里呢, 龙头, 就是有个位置, 就黏住那个, 那个券布室, 应该断那个位置, 最容易断的, 他不是啊, 他是龙中间的, 他是龙头后几格, 龙尾前几格中间, 正正中间,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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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知道多少截, 和多少截中间那块卷布断, 因为, 以前说打蛇打七寸, 那打龙是什么, 打龙, 打中间, 打龙就打中间了, 哈哈哈哈, 那这些就是天机了, 那天机的东西呢, 不一定是, 不一定, 不一定有得搏的, 是吧, 但是现在这样呢, 如果是, 遇到这些情况, 作福那样, 搞不搞得行呢? 没有啊, 搞不定, 林郑断手, 搞不搞得行呢, 作福, 那这些能断的话, 就, 我希望呢, 就是那个主办单位, 就是主事人, 就是现在, 就这么看, 我现在没清楚, 是不是平山, 鄧氏那些人, 我捉去好运而已, 我来一下, 捉去全家富贵, 是吧? 就是, 就是, 没村没难啦, 大埔南过啦, 是吧? 就是, 善有善报, 我报告的啦, 这些事情,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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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事情, 是的, 你们拿藤条, 砍西瓜都砍得久了, 哈哈, 是啊, 是平山那些, 是啊, 前两年, 都是那些乡亲, 拿个藤条, 砍西瓜, 是啊, 真的很凶狠, 哎呀, 难道就是, 就是, 报应来得这么快? 是, 报应的事情, 就是, 天后凉凉, 都说若然不报, 就时辰未到, 哈哈, 所以很多事情, 大家不要心急, 有捉摸, 有预兆的, 你看看, 当日, 就是, 打人打到, 什麽叫什麽, 什麽非天蓝, 好像心臟病發, 瓜鬼了, 未死, 未死, 救不救分啊? 救得回未死, 哇, 那好彩救得回, 真的, 他都做过好事多, 他都做过好事, 又或者是调命, 顶藏顶藏, 眼睛滚滚, 走四肢不动, 那就大陆些, 是, 是, 好了, 今天时间就差不多了, 就是由, 这个天后断龙事件, 就显示一个香港未来的一个足跡, 就是大家呢, 就是凡是看这些东西, 就说, 什麽, 蜂蜜藏而放眼凉, 就是牢骚太盛的防长断, 不用那麽, 不用那麽煞气的, 不用那麽怒嘈的, 是, 那麽怒嘈是什麽呢? 眼扯冷眼看龐蟹, 看他横行到什麽时啦, 听下寫歌讲佛妓好过啦, 是吧? 好了,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喜欢我们这部节目的, 记住, 按like, share, subscribe, 还有记得按个小铃铛, 拜拜, 拜拜,